8月5日,荃灣一批約50人的福建幫 手持鐵枝和刀追打抗爭者 遭行形式斬斷手腳跟 之後示威者追捕還擊 發現福建幫投資黑社會據點二波方 於是之後多次荃灣的抗爭活動 抗爭者都會殺入二波方反擊破壞 而每次抗爭者殺到二波方 聯發都會成為首個破壞目標 包括8月25日和11國慶 聯發近日發出聲明澄清麻雀館和福建幫無關 公司股東並無福建人 還說應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理念 就連旁邊有份被破壞的中原哲文化協會 亦都澄清一份 根據查冊資料 聯發麻雀娛樂公司三名股東 分別為雷寶堅、優文益和李智庫 優文益曾經向媒體強調 公司負責人全部都是純正廣東人 和福建幫斬人事件無關 本行根據查冊去到三者金禮院 向優文益求證 屋院保安待為聯絡 不過接電話的女士卻表明不做訪問 並叫記者盡快離開私人屋院範圍 記者昨天去過聯發觀察 裡面除了關公的神偉元峰不動之外 其餘麻將桌都搬開 有工人正進行修復工程 預計要過多久才可以營業 聯發之所以被針對 有人說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有人發現福建幫斬人後 走入麻將館 於是有人覺得福建幫是麻將館的人 但聯發期後上載一條閉路電視編段澄清 說福建幫施集後在門口對出經過 並不是由麻將館進出 福建幫跟他們無關 第二有江湖人士透露 聯發其中一個老闆 有直揚社團黑幫福爾興的背景 由於福爾興簡稱老福 有江湖人估計有抗爭者誤解老福即是福建幫 所以就多次攻擊亂發 另外8月5日有兩名福建幫人士 被抗爭者打到爆江後 之後盛傳全灣的和聖和和福建幫關係密切 聖和更加會派人追眨抗爭者 但有江湖人表示 全灣聖和勢力和福建幫全無關係 更從未和福建幫合作 據悉 有部分二波方的福建幫人士 有老排幫會和勝義的背景 總共全集跟五年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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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ired 写團 集團